佼佼者 今天呢在华尔街科技这个栏目我们特别为大家做如此的介绍 接下来再要谈一谈中国的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极大难首难还是房地产 今天呢来自彭博社的独家报道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中国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要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一次非常大的调整和改造 具体而言中国可能会借鉴新加坡模式 来作为自己走出房地产行业低迷 并且在中长期能够抑制房价的这样的一条出路 我们说到房地产我们知道啊 有这样的一对矛盾 就是第一房地产对于整个GDP的贡献太大 你不能一拳头把房地产打死 第二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之前几年的这一种增长速度是无法持续的 不但在债务上是无法持续的 而且也造成了买房买不起影响到了很多中国啊 我们叫做中产阶级和一般的中国人的正常的生活享受 以及收入的支出 那么到底怎样解决呢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政府啊现在已经出台了最新的住房政策的草案 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住房改造城内区 而这些项目现在的基本草案已经得到了高层的政治背书和支持 不久啊就会获得超过一万亿甚至更多的中央政府的支持 具体而言中国会向主要的国有政策银行提供廉价的中央贷款 对于这样的项目进行支持 那么这一些城中村改造以及保障性住房的项目 每年可以抵到新房销售额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多 这就有助于今年以来出现新房开工建设下降百分之二十几这样的一个逆势趋势 为什么说这是新加坡模式的一种直接借鉴呢 那我们知道新加坡呀可以说是私营商业金融活动的胜地 有人说是亚洲的小纽约 但是新加坡的这个住宅市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公共住房啊 这个新加坡有排屋啊公寓有别墅等等等等 那么大家之前把新加坡和香港的社会问题做比较的时候 也经常看到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有效的避免了新加坡的房价无序扩张和增长 让新加坡人人有体面污住 这呢被认为是与香港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如果中国的这一项新计划奏效的话呢 可以有两重结果 第一是结束房地产建设的低迷 直接通过政府提供廉价贷款和保障 连租屋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重启房地产建设 而同时由于这样的政府主导的住房计划呢 往往价格比较低廉 对于之前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一种促进 因此不管是澳新集团还是野村都对这样的项目是寄予了较为乐观的评价 认为这是迈向房地产行业长期结构调整的第一步 未来可能更多的是向新加坡模式发展 现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计划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国务院在上个月在十四号文件中 其实已经下达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指示 目前预计会在三十五个中国中型以及中国的公司 以及二三线城市进行计划的实行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所以叫新加坡模式 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分成了两方面 首先有一个自由流通的私营的房地产市场 那么比较高档的房屋 投机性的房屋需求投资房地产 仍然可以按照私营市场的现行模式进行 但是在私营市场之外 还会有一个严格监管的社会住房市场 谁可以购买社会住房 住房怎样出售给新业主 一定条件下这些房屋以什么样的条件 必须要卖回给政府 这个房屋市场是直接从新加坡的彭屋和排屋计划中 所借鉴的 房住不吵 这句话目前看来只是对了半句 的确房子是需要住的 也是需要住得起的 但是这一部分可能正更针对的是新加坡模式中的社会住房 这一部分 房住不吵不吵指的是什么 社会这一类住房 当然不能够供市场自由炒作 但是如果你有房地产投机需求 如果你想享用奢华的房地产 购买别墅满足本人的财富积累需求 仍然可以通过自由的商业市场满足更多富裕家庭的需求 因此这可能是这一次房地产政策的核心 当然了 我们说十四号文件具体的内容 我们还没有看到 而政府资金进入房地产也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资金短缺 腐败问题等等等等 那么还有啊 之前我们看到私人开发商的流动性 现在仍然是紧张 那么政府这一部分直接插手进入房地产市场 是不是能够支持私人市场的复兴 现在还需要继续看 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和平先生反复强调的 数十年的地方政府的融资模式 还是要进行重大的变革 过去地方政府就是通过出售私产土地来征收商业地产的销售税 来支付部分资金作为政府开支所居 如果现在继续减少私营部门的住房 是不是对于地方政府的收入还会有进一步的损害呀 目前我们都不知道啊 当然了根据来自彭博社的这样的报道 现在这样的计划已经得到了高层的政治背书 具体而言是已经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的支持而何立峰最近是被正式确认为中国负责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最高的官员 那么到底怎样做呢 有人说这些社会建设项目还是要通过房地产开发商来做 但是对于这些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可能要有相应的限制 只能是以适度的利润来进行开发私人市场的回报率可能会上升 而在私人市场上之前有阻止开发商建立豪华公寓这样的规定 可能干脆一笔勾销 允许你建立更多的豪华公寓 只是在豪华公寓市场之外 还要保障满足一定的收入和家庭需求 在一定的地域有特别需要的这一些中国的普通人 可以比较合理和廉价的方式买上这一些房子 那么中国走新加坡模式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这一点我也要问一下何平先生 你怎么看待这个社会住房市场的发展前景 首先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主义 为什么是非常好的主义呢 还不仅是新加坡武士 就是在美国欧洲 那么那些国家都成兴去了一个台证 这个台证就是比如说我去奥地利 维尔纳在那个什么河 雷银河吧 谁叫雷银河 谁叫雷银河 塞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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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在那个河边上我们的朋友一边散步一边跟我讲 你说这些房子都是平民库的房子 不叫平民库吧 叫平民房 那平民房 你看在河边上这么好 价钱很便宜 那么我们在美国就发现有两种房子 我至少发现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叫 也是叫平民房吧 就是联邦政府的 这些房子确实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贩毒啊 比如说犯罪啊 情况是有一点问题 但是呢 它毕竟解决了很多的贫困人口 尤其在纽约地方 买不到房子的地方 所以有一些人的幸福感满足感很强 就是提供了这些房子 但是很可惜呀 这个房子的生产的耗取能力很弱 这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些 这个贫困人口 或者是一定所有的人口的房子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耗取性怎么发展 美国现在就面临着一个关卡 第二个是美国出现了一个什么房子呢 就出现了一个老人房 老人房 好像说五十五岁以上 你在建筑这个房地产的时候 你的地税 你的管理 以至于后来的这个出现的价钱 它都有一定的这个限制 这就给这个建筑商一些配面的要求 比如说你建什么什么房子 你需要建一点老人房子 就好像我开一个超市 我的员工是一百人 我们需要大概几个残疾人 这也是给社会的一个奉献 所以这种搭配的方式 我觉得是美国应该 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方式 但是到了中国以后 它肯定要有所改造 有所调整 而且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 但是它终于走到了很关键的一步 就是呢 要把 不能叫改革开放中国 这种政治性的话语吧 一个健康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文明的国家 如果不能照顾好入宿团体 如果不能照顾好这个一般的民众 那么这个政府最富有也是失败的 很多的殖民地的国家 殖民者走了以后 操作最大的灾难的 在我看见的罪恶之意就是贫护差距 而贫护差距不解决的话 这个社会的原理没办法稳定 法治没办法稳定 民主没办法稳定 自由得不到保障 那中国现在是到了一种呢 要建立一个品质社会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思路对不对 怎么实行 我相信百分之百会有问题的 但是呢相比之下 这些成就这个方向来讲 这些问题是应该可以去面对它 而不是说 让这个房子就在商品房里面 这个市场里面把它烂掉 的确刚才特别先生也提到了一点 现在大家去中国 觉得看这个房子 看到很多建了一半的空楼 不知道这些楼是不是就会烂尾掉 那么这个项目其中的一项方案 就是这些空楼的确是开发商出现流动性问题 怎么办呢 那可能就直接由政府来进行接手 由政府再去招标 聘用新的开发商把这些楼盘完成 那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资金怎样来呢 可能会通过发行一些特别债券 或者是一些低息贷款 这样的方式来资助这些房子的运营 简而言之 是政府出手 希望能够第一 是把现在的烂尾楼和无法交房 这个问题解决 第二是为开发商提供更多的 我们叫做入市的机会 第三是让整个房地产市场 产生更多的需求 第四也是为整个房地产市场 提供更多的低息廉价贷款 带火流动性 盘火流动性 当然了 我们说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 之前中国的基建项目 包括一些经济适用房项目 到最后 往往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 那么其实有关于能够保障合理价格的住房 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提过了 但是后来往往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难 没有能够继续下去 那么这一次的方案是不是会有改进了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对抱歉我还有一句话要补充 就是李吉博是前面讲的就是地方的炸物的问题 地方的炸物问题肯定要解决 而且肯定能解决 但是地方的炸物问题是不能为了再产生地方炸物的问题 这个是需要防止的 第一中央与地方财政要进行重新的调整和理顺 这个已经是讲了几十年的问题 第二个更重要 砍掉更多的政府部门 砍掉更多的公务员 人工智能智能化的政府 将会成为未来解决人口下降的问题的一个选择 也是提供政府的公平性和效率的最好的选择 因为政府的大部分行为 这就涉及到全国大市场 全国大市场的概念就是很多的标准是一致的 地方上的特殊性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中国是一个全国性的国家 它不是像美国这样是一个联邦国家 也不是像很多国家一样的 地方上有和地方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性 很难形成了全国一盘旗 中国的这种全国一盘旗 给现代化管理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好处 它就会建立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政府 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这样的话成本也好营业也好 所以未来的这个政府官公务员主要是要学会开电脑 或者是监控系统 监控人工智能系统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很多的问题 确实有很多的解决的方式 至少房地产的问题 现在有了一些新的思路 非常好 好 谢谢何彬先生的介绍 那么今天有关于房地产这个话题 咱们就暂时谈到这里 未来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世界各国是如何解决住房问题 有哪些成功的点心 有哪些失败的点心 不过说到这个房地产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房地产 就是商业房地产的问题 之前何彬先生一直说 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想一讲 现在商业房地产由于疫情出现空置 美联储在不断的加息 导致整个商业房地产可能面临全面破产 是不是可能成为下一个地产金融危机的来源 何彬先生虽然经常说我不是经济学家 但是这样的一点判断 其实是非常符合现在经济学家 对于美国下一次金融危机引爆的焦点是哪里 这样的一个预计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先不介绍 有关于商业地产可能面临的问题 改一天我们再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我又才一直抱歉啊 就是除了商业楼市以外 美国的房地产的贷款的人 那个数字大得吓死我了 一千多万人呢 房贷出现危机啊 对 这个可是一个巨大的炸弹啊 所以我经常说拜登总统 年老年听到那个滴滴大大大声音 别听出来 那不是北京呢 比这个更触目惊心的是 现在整个的这个不管是还贷 还是现在你要是买新房 对于你的收入的要求 收入要求基本是 你现在在他们在美国买一套 中位数房价的房子的收入要求 比疫情之前大概是翻一半啊 翻一倍啊 这样的数字让我们看起来觉得 没有办法想象有关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有的问题